拿上我的浴巾 还有我的毛巾 今天天气不错 我去楼上洗个澡 拿上我同色系的浴巾和毛巾 还有我的睡衣 实不相瞒 我已经大概好像有11天没有洗澡了 一个是因为我脸上的芝麻不能够沾水 我也没有洗点 就一直没有洗澡 那个热水器不是燃气 所以它每次洗一个人 它就要等很久才能够烧到 那个热水的温度 现在多少度 56度 上次有人说 你们家没有窗帘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一个墙 是个死墙 没有人能够进到这个缝隙里面来的 到这里就可以按下暂停键了 我要开始洗澡了 洗完了 抱着我的衣服 往下走 先去吹头发洗 嗨 刚洗完澡头发还是湿的 这是我 在家一个月以来第一次穿睡衣 和日来节田就好人 我刚才我邻居给了一点野菜 然后我妈把它沾一下 今天下午蒸菜 就是蒸蒸菜 不然那么动不动 反正就是 反正应该都知道吧 大家都是穿鱼龙福袋里到租了之后 变成夏广都租了 刚才洗澡的时候再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感觉中国的很多女生 对自己的身材要求都挺高的 就是比方说很瘦的人都会说 呀我好胖啊 怎么怎么样的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们是 每次洗澡的时候 我感觉都会自卑 特别是 有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洗澡 你知道吗 那全部都能够看到各种各样女生的 身材吧 就是这样的 所以每次一洗澡的时候 就总感觉自己身材 就不够好 或者不够完美 我觉得中国女性对外人的看法 要远高于取悦自己的程度 就例如 怎么说就澳洲 或者美国的一些女生吧 她们都是就比较肥胖的群体 但是就是自己过得随性就好了 不会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 但是我们好像很多程度上 都是在意别人说我们胖不胖 瘦不瘦 虽然我们也有一定的审美标准 知道胖不好看 但是有一些过度的 就例如90斤 还说自己很胖的人 就是我很不能理解的人